双张辩论八字还没一撇 十二点最后期限还没到就节外生枝 吴建南今早发布张吴辩论海报 宣布来临的星期天 他会和张国祥在芙蓉万茂新村民众会堂 同台辩论 张国祥在国会媒体室召开记者会指出 怒斥吴建南单方面行为 不是理性问证 而是横行霸道 和逼婚没什么两样 现在这个酒席准备好了 这个组婚人也准备好了 这个现场也准备好了 所以呢 你看现在连这个照片 结婚的合成照也准备好了 所以你必须要嫁给他 所以这种是土霸蛮不讲理的行为 实现已到张盛文始终没有回应 法氏吴建南已经准备就绪 昭告天下 如今谜已成吹 张国祥表示 无论如何都将如期应战 所以我对张盛文这次没有回应 我的要求 我表示非常的这个失望 作为一位民选的这个国会议员 我要代表行政党 也要代表马来西亚的人民 替天行道 我星期天我会出席 就在张国祥宣布应战后 张盛文发文告指出 有始至终 从没有收到辩论的信函 电话或短讯邀请 还讥讽张国祥 自导自演就为了给自己完美的下台阶 张盛文也指出 吴建南提出的细节 完全符合张国祥要求一对一辩论 并且公开让公众入场的模式 因此没必要提出反建议 并且奉劝他勇敢面对辩论 不要再趁机消费他 八路空间李运祥 国会大厦报道 在首相提呈预算案的时候 没有提到国民兴政中学